大家好,我是朱茶,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二晚上世界杯亞洲冠外圍賽C組有最後一場比賽 泰國會對陣新加坡 之前泰國曾以3比1比分贏過新加坡 所以說今仗泰國應該還有機會能夠全取3分 讓我看一看這場賽是M直播為大家進行現場直播 泰國現在以一勝兩和兩副的成績 排小組第三,唯一贏的就是贏新加坡 那場比賽,泰國射手姆欣達和沙拉查特都有入球 而姆欣達更上演梅開爾島 至於另一位射手沙拉查特在面對新加坡時 除了有入球之外,尚將面對中國同樣入一球 幫助球隊取得1分 所以今場要留意這兩個人 泰國今屆世界杯亞洲區外圍賽曾經1比1 打和過實力強勁的南韓 看到他們一班球員充滿鬥志 既然面對FIFA排名比自己高的 南韓和中國都能夠打和 所以說面對排名更低的新加坡 應該能夠贏球 所以今場泰國值得提高一線 新加坡方面堪稱C做魚欄部隊 五輪比賽和一場輸四場 期間失了21球 攻防兩面都做得不好 始終他們目前在FIFA排名是150名之外的球隊 要贏排在第一百名左右的泰國 有點難度 另外新加坡分組賽裡只入四球 是C組入球最少的球員 進攻無力 再加上他們防守變做得差 令到他們在C組裡早早已失去出線的資格 但來面對泰國 贏或輸對新加坡來說已經不重要了 所以今著很大機會 只是以練兵為主了 請願出的 ideas 字幕提供 請問 感謝 新加坡 邁開 我們 不等 在 教 你們 不是 不等 なんか 我們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